怎么来 她不想和我分开 你想跟她分开吗 我觉得她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 她不信任我现在 她觉得我和所有的女性朋友 都有暧昧关系 咱俩在一起的时候挺好的 一开始不也非常不错吗 怎么现在咱俩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那我真想不懂 为什么会现在这样 因为你和开始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开始的时候 所有我说什么都是什么 你相信我 而现在呢你只听你所谓的朋友 再就是你听你妈说 你根本你 我说什么你都不行的 他们都是看到咱俩在一起 才这么说的呀 你也是确实没让他们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样了吗 我开始就是这个样的 开始不是这样的 我开始就是这个样的 好好好 不用吵啊 两个人相识多久 我俩在一起都已经两年多了 当时是谁追求了谁 当时是个朋友聚会 也就聊得挺好的 慢慢的才这样开始的 没有说谁先追的谁 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 彼此都变了 是从我俩刚在一起 四个多月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是有一天 我一直在家等着他半夜三点多 然后他就喝多了就回来了 然后我非常生气 我就问跟谁出去喝这么长时间呢 他都跟我说就普通朋友 第二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 其实他昨天晚上 跟他前女友一起出去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主持人你听我说啊 你可能不了解背景 他妈一直都觉得我不行 就觉得我配不上他姑娘 我认为我的努力工作 我才能跟他在一起 那你得挑人挑时间呢 我是你女朋友呀 那个时候 你也可以刚才去找别人啊 那你这么说的情况下 我就不能跟女士谈 谈交买卖这些东西吗 那你可以跟回来告诉我呀 明白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你是说谎了是吧 说谎肯定是 我没说谎啊 我就是没有跟他说 我是隐瞒啊 隐瞒和说谎 我感觉不一样 那你前女友跟你在一起 师范跟你所说的 做生意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前女友要做淘宝嘛 而我认识一个朋友 搞俄罗斯饰品的 我帮他们搭个桥处业 而且中间我相当于 能拼到点缝 我拼到点缝不也是 为了说赚钱咋俩花吗 好吧 那我就想问 谈什么生意 要谈到夜里三点多 毕竟不是说坐在茶桌上 俩人你谈我谈 就能大家交流嘛 唱唱歌呀 喝喝酒啊 聊一聊天 让他俩认识一下 就是这样嘛 明白了 其实吧 当时我郁闷了很长时间 但是后来想一想 可能他自己 真的说是怕我多想 因为我本身是个 比较敏感的人 但是后来 又发生了很多 让我特别难以接受的事情 什么事 那之后吧 就因为公司出差 然后我就去外地了 到外地之后呢 我俩也就一直聊天啊 发短信打电话 都很正常的 有一天我就收到一条 他发给我的短信 上面写着分手 把我喜欢别人了 我就非常诧异 立马就给他打电话 问这是怎么回事 结果他也没给我解释清楚 最后我回到哈尔滨之后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那时候 跟一个网上刚认识的 一个小姑娘在一起呢 那个小姑娘 偷偷拿她手机 给我发的短信 说那个小姑娘 能拿到她的手机 并且还能知道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 这就很严重了呀 然后我就跟他说 咱俩分手吧 本来我想让他认识一下 他的错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结果他当时就跟我说 行 分了 分了一段时间 多久 三四天 那就要分手啊 谁又提出的和好呢 是他 然后你就同意了 因为我很喜欢他 前女友是做生意 可以理解 这网友让我们怎么理解 也是做生意 其实这件事吧 我承认 确实是我不对 因为他那阵总出差嘛 他平均一个礼拜 可能只在家两天 我就愿意玩游戏上网 上网认识了一个姑娘 他玩游戏 我俩就结婚嘛 完了他说要见我 那阵接触比较频繁 那个女孩喜欢我 你看他明明都知道 那个女孩已经喜欢你 是我不也跟你说 是我不对 我承认 之后我俩和好之后 那个小姑娘又回来找他了 给他发展信 他当时态度特别坚决 就直接回绝了 我俩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呀 就没有什么矛盾 之后呢 就慢慢呢 我妈就是一直都不是 特别同意我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吧 年轻人处理感情问题 应该有自己的想法 要是所有的想法 都是你以年轻人来说 你能做决定 咱俩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样子 你就是所有的事情太听你妈 好像男生把这个爱情的责任 往女生的母亲的身上在推 我特别好奇就是 他后来跟那个网友 真的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是吧 反正我看到的是这样 我觉得人嘛 难免犯错误 那你现在有什么好焦虑的呢 那问题是现在这个事 怎么说呢 那天本来定的是周六回来 我提前周五就回来了 我一到家一开门 发现她和她公司新来的 一个小姑娘 就是俩人在屋里 有说有笑可开心了 觉得这事太奇怪了 俩人在干什么呢 主持人你不知道 她真的特别多疑 进屋上厨房之间 什么也不问 哪有一个女孩子 拿着菜刀追着人的女孩 这就是她干的事 她不光是不信任我 她粗鲁 开始见证的时候 你现在给她就是第一印象 做的所有事情 才会刺激我 变成现在这样的 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吗 我承认过错误了 是我不对 但你还怀疑我 好吧 那我不能因为一次的事情 你就一辈子这样 我觉得咱俩就没有必要在一起了 因为你现在不信任我 好 小姑娘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想要的一个态度 今后到底还想不想 跟我好好在一起了 不想 那你说一开始 你要觉得我不适合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慢慢慢慢一点 把我逼成现在这个样子 让我爱上你 然后你现在又要把我给甩了 哪有那么多说 你决定就能决定的事啊 就是你不放手呗 那我就不担心 不服 平台呀 我哪做错了 小伙子问你啊 你跟她分手 是因为说真的不爱她了 还是其他的原因 我真的感觉接受不了她 我快三十了 我也得为我的未来考虑 她妈不同意 朋友不同意 所有人都不看好我的情况下 我感觉我俩不会永远在一起了 我觉得我可能会遇到更好的 因为别人也对我挺好的 而且我感觉别人对我的好 比她对我的好还要多 倒是没有必要跟她在一起了 倒是挺坎实的 倒是挺坎实的 她就想把我当她垫脚石 说了这么多不就是这么想 好吧 今天女生的妈妈来了 来 我们有请然然的母亲 你好 你好 女生 怎么说啊 作为家长嘛 都是为了孩子幸福 在操心 作为妈妈来说 从始至终 我是不同意这一段 为啥呀 因为这个孩子 他是一无是处的一个小混混 他跟我女儿相处这两年多 他骗我女儿三万多块钱 今天做这个买卖 明天干大事业 到现在一分钱也没还 你都干什么了 是他给我三万块钱 要跟我一起做买卖 那叫什么理由啊 这一盒我拿了是两年事情 因为他觉得我做这份买卖 他投资他也赚钱 同样我赚到三万 可能五万 十万我还给他 你现在给他了吗 那举个例子 不是 今天你给我钱做买卖 明天我就得还给你 那还叫什么做买卖 那都两年多了 你怎么做的 那我管银行 贷款好康 你是怎么做的 他借给我钱 他也没说马上要还 不是 有线条吗 主持人 你看着他就这么无赖 他跟然然在一起 他妈妈 就这个样子 平时总说我没有涵养 总说这个 我比较激动 然后就是出对象 然后上上来就说我是无赖 也不关心 然然 然然有一次发烧 他还打电话 让然然给他去取货 我接过电话 我说你能不能心疼他一下 照顾他一下 关怀女孩子一下 不是 我不得有我的事情要忙 你总说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做不了 他说的是 感冒发烧小毛病嘛 本来 不是 我们也不是小孩子 他也不是于住院 你又让我奋斗事业 又让我照顾他 有一次然然买了一条棉裤 哈尔滨的冬天多么冷啊 你拿棉裤你去给谁送去了 那女士棉裤你能穿吗 有这事吗 有这事 有这事 你拿走了 给谁了 合作伙伴嘛 什么合作伙伴呀 你给他买棉裤 不是 外地来的 他们不知道在哪买这东西 我信他再买一条 他也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心疼他呀 人也不知道 他冷不冷啊 他再买一条 这合作伙伴显然也是女性呗 那合作伙伴除了男性就是女性 还有一次 然然晚间回了很晚 我打电话说 我说你去接接她 迎迎她 一个小女孩 十点多了 不方便 你听她说什么 我都脱了 我都睡了 你丝毫你没动她 你也没去接她去啊 是我打车去接的她 是吗 你还有什么说的 我比较远嘛 那叫什么理由啊 不是 你接她十分钟就够了 我接她我要提前一小时 你就接她呗 她平常跟你相处的时候 对您有尊重吗 她有一次跟人家吵嘴 尊重是无相的 过去拉架 她对我不恭不敬的 指指点点的说 你有能力 你找人揍我呀 打死我呀 我告诉你 不是我说你打死我 你上来你就管我叫无赖 你就觉得你有素质 你根本你就对老人 都不尊不重 那不是 那我让你打死我你就打我 哪有你这样的 不是我说 我打你怎么的 我打你怎么的 不是 不是 来来来 今天还是真的给她的 他会出击的 搜索搜索搜索 我还是我也要出击的 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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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的 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 我女儿我找什么样找不着 我跟你 我理解 你说哪有她这样的 在这个还要打 哎呀 不是你在这你还能打死我啊 这么多人 我不愿意跟你说话 我不愿意跟你说话 我不愿跟他说 我不愿跟他说 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在大街这也是这个样子 我不愿跟他说 我永远不愿看到你 真的 我还是那句话 你就是一个超乌外 没有你吗 我觉得咱俩不至于走到这 来 我问问你啊 兄弟 你是做什么的呀 开店 卖鞋 鞋店 鞋店 我三个店 三个店啊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一个成熟的老板 他应该跟部下搞暧昧吗 我不是暧昧 我觉得那是 你是爱 是吧 而且我现在 最简单的 我现在不喜欢他 我有选择的权利 你跟他说分手了吗 我跟他说分手了